Hello 各位好 今天就來試玩一下這個 近期熱話的一隻Pokemon 改版同人遊戲 就是這隻的燃之智 Fire Ash 這遊戲聽說有很多個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去回以前小智探索過的一些地區去到冒險 你看到我已經開了遊戲 但發現那個太大音樂 所以蓋過了我的聲音 所以我就要重新玩一次 雖然是重新玩 但其實玩的進度也不是很多 而且今天也不會玩很久 今天純粹是試玩一下 OK 它這個就是在說一些按鈕 其實我們選無需幫助就可以馬上進去 因為它這個開場版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大家玩的Pokemon都是一樣 我們看看男神 男神就是小智陽 嘩 男神比較吸引 而且它如果選女生 它原本的圖會是失女 但進去就變成小男 好奇怪 我們選了小智 好 幫助說明文件 好 一開始你看到小智的家裡出來 這就是純白鎮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跟他聊天 回到大木博士拿出初始精靈 如果大家有看過Pokemon的補影片 你們都知道小智第一天旅行是 遲到的 所以一去到這個小貿 敬敵那裡 它就沒有了精靈 拿回這個黃色老鼠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敬敵是跳進去 然後就這樣消失了 好 好 然後我們就上來了 上來有見到大木博士 所有初始精靈都被人拿走了 我經常有個疑問 就是說 小貌拿其中一隻 那另外那兩隻 誰拿了呢 理論上應該是 一個人拿一隻 那意味著還有兩個嗎 這個比加超我們可以按 按它 按它就會跟隨你 嘩 多了一頂帽 奇奇怪怪 不知道為什麼 它跟著是黏在頂帽上 這個 那個觀感就 有少少奇怪的觀感上 OK 好 它教了什麼台階跳下來 那再講一講這個遊戲 還有什麼特色 其實它的特色就是 我想它 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這個 能力表這方面 它這個能力表方面 它有寫到爽浪性格 它的性格都會有寫上 是加什麼減什麼 嘩這個 你看到中間有個個體值在這裡 就是平常大家看到的V數 它的速度是0 速度是0 特攻是24 然後它是加速減特攻的性格 好 那不說這個個體值先 那左下角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Dimex的level 那這個呢 應該就是 劍盾的極巨化 劍盾的極巨化 但是 它具體會是 怎樣的一個 即是怎樣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怎樣的一個系統 我不清楚 因為其實我 我看的時候 我都沒有很留意到 言之志這個遊戲 究竟是 有什麼特色 怎樣一來會有 千山鼠 去逃跑 因為最吸引我的 就是那個 可以回到不同地區 OK 那走一走一走 你看到鳳凰在這裡 因為大家都知道 無人篇裡面 小智經過了這個 一大片草原 之後呢 它就會看到 鳳凰在天上飛 非常漂亮的鳳凰天上飛 卡拉卡拉在這裡 先去中心 記錄傳送點 對了 你看到了 因為一開始 當小智想去PC的時候 回到比加超的 血量的時候 火箭兵團就來到 他就想 搶走PC裡面的精靈還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 立刻對決 第一場的敬敵戰 真點敬敵 好 十萬福德 你看到十萬福德 就是一個自製的動畫 自製動畫 我猜他應該有很多技能達效 都是這樣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 版權的任務 希望不是 快點打贏他 OK 好討厭的感覺 完 左上的卡斯應該是用來傳送的 好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向上走 這裡 原本跟火紅的話 就會是去到 四天王 那條路 去到對戰 但你看到有個比比料 在這裡 這隻比比料 就不是 就不是背景 這隻比比料 你可以按它 然後拿去 我們可以Save OK 按它 按它 然後它可以讓你拿走 比比料 拿走 比比料 然後看看 比比料 是什麼性格 浮操 沒有加減 不錯 我最喜歡這些 如果是闖關的話 我覺得不太注重 性格又要強 然後個體值又要高 我覺得只要有一種 OK 就可以了 很明顯的 是個體值OK 性格 沒有加減 沒有加減 都算是一個優點 OK 我們先穿過這個森林 還有 今天這一集 只是單單的試玩片段 因為最近都比較忙 所以可能 試玩一下 等忙完之後回來 繼續 過的旅程 我猜 今天將會是第0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 好 海螺絲 在這個 無人P 當小子想通過 上門森林 去到 離比士去進行 導管戰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 竹蟲少年 竹蟲少年身上 就有隻大甲 這個應該就是他 我竟然不夠對面的大甲塊 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可能 不夠快 影分身表 二連踢 二連踢應該就是 Let's Go 那個 學習表 技能表 因為之前的比加超 或者伊貝都沒有二連踢 但是 是後來Pokémon Let's Go 他才新增 為什麼這樣升 中了筆 OK 搞定 OK 我招二連踢 講回 二連踢就是 他應該是為了 不要讓新手玩Pokémon Let's Go 卡慣 所以再加上去 因為二連踢其實是非常適合 用來打什麼 打這個岩石系道館 因為如果你是用比加超 雷電的技能對地面是完全無效 所以呢 所以他們就新增了這個格鬥系 OK 好了 這次的言之志就先去到這裡 這次就單單是一個試玩 等下次再回來 真點旅程馬上開始冒險 OK 各位拜拜